诶 依佩 你在干什么 我在整理刚拍摄完的东西啊 诶 洛克 洛克的柔光照诶 这好用诶 你有买哦 当然啊 那我们毫无推荐一下吧 好啊 成功摄影 摄影成功 开始前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对 然后开启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精彩影片啦 耶 那我们就是全新的系列 没错 毫无推荐 毫无 耶 毫无哦 我们要来烧大家 那这一集呢要介绍的就是 ROG的耳朵光照 那很多新手朋友们 在刚接触闪灯的时候 就这种既定闪灯 会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种灯啊 你直闪 其实会有一点点不太好看 因为它很硬 除非你本来就是要拍一些 比较硬派的风格 不然直闪几乎 大家可能比较不是那么满意它的效果 对啊 很多新手就是在使用这些 柔光照 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做挑选 那今天我们就来告诉大家 没错 那为什么我们会介绍这个呢 是因为有些新闻朋友可能看到说 想要找一些控光设备 可能就会想到 八角柔光照 就是很大 替代不是很方便 但是大家可能就会觉得 是不是很难操作 那么大我要怎么架 很麻烦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介绍这个 ROG的柔光照 好 那ROG柔光照呢 操作它非常容易 那就是它就是其实很小巧 轻便 那收起来只有这样子 对 那操作上的话 它也是软的 所以很好去做自己的一个 柔光照的形状这样子 没错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 ROG的LF5021 大型的一个柔光照组 那这个它后面有三条线 就像刚刚思琴讲的 它其实是一个软骨支撑 它可以随意凹折出你想要的形状 就可以用各种方式去打光 很方便 那它旁边有两个魔鬼毡 这边两个 它是可以就是粽在 就是粘在一起之后 它会变成一个 束光筒的样子 嗯 你这样讲起来有点难懂 我相信 观众应该也很多疑惑吧 我们就来实际操作给大家看吧 好的 那我们会先拍一张 没有装柔光照的效果 好 再来我们会装就是ROG柔光照 就是装上去看效果会怎么样 没错 那我们这边呢 就是教大家要怎么装 就是这个ROG柔光照 然后我们这次就用大的来做示范吧 然后这个呢它这边 通常啊我自己会习惯先 它有一个有工的这个 我会先把它上面装上去 它旁边这边都有魔鬼毡可以黏 然后就按照它的魔鬼毡的位置 把它黏上去之后 然后这边黏上去之后 它上面啊这边会有 然后这个 扣子的地方要把它扣上去 然后它上面这边也有一个魔鬼毡 这边就把它填上去 然后就让它这样是保持一个平整的画面 然后接着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 记忆顶闪灯把它装进去 然后这边 它也有一个魔鬼毡 然后我们就是要把这一片呢放在下面 然后这边把它扣过去 这样子就弄上去 然后我们就整理一下 看它是不是平整的 好 好的 好那我们接着就来拍一张就是有装 这个柔光罩后拍出来的效果给大家看 对 好那这个ROG柔光罩啊 它就是给基顶消散灯用的 那现在装了柔光罩 所以我们出力也要稍微加强 好 那拍给大家看看效果会怎么样 我们加了柔光罩之后它其实会 那画面变柔 对就是要柔掉这个光 所以打出来的光它就会稍微 比较暗一点点 就是出力都要再加强一些些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两张的差别吧 有装跟没装的样子 那依佩你觉得是不是有明显的差别呢 对啊那个直打光其实真的很硬 那这个之后其实我觉得很方便 我也可以手就这样拿着 就可以直接这样拍 然后打出来的光也相对柔和许多 看起来就蛮顺眼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试试看 拍摄人会有怎么样的差别呢 好的刚刚我们拍摄完毕 我们刚刚就是把闪光灯放在 立佩的左前方 对那大家看照片之后应该有明显发现 就是如果没有装柔光罩的话 立佩脸上的光影它的对比就会比较重 那影子也比较锐利 那相对的装了柔光罩之后 皮肤也更加的就是比较柔和 比较漂亮 对皮肤看起来比较好 所以我自己也很喜欢用这个 它收纳方便 安装也不会很难 那如果你自己想要就是 打一些比较集中的光线 还可以装它们推出的这个 风潮的网格 对我觉得都很方便 没错 好希望这集有帮助到大家 想要学空光的朋友们 这个是这个好物 对啊我们没有业配啦 对我们没有业配 虽然说有业配的话欢迎干爹 耶 好这些东西我们就是长时间用下来 觉得很好用的好物推荐给大家 那刚刚就除了我们是介绍这个 XL大的嘛 它其实也有初中的跟小的 那小的其实也非常的方便 这个东西也蛮适合在一些 活动记录啊或是婚礼拍摄上面去做使用 对 那如果有想要知道什么类型的好物推荐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欢迎底下留言哦 好今天就到这边啦 拜拜 干爹干爹 咳咳咳 咳咳